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我看有的朋友问我,说三喵三喵,你这是不是粉色的话筒 没想到你还有特殊的癖好 真不是,话筒在这儿 这个要是话筒反而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的经历真不济 就不瞒大家 我今儿上课的时候 我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 本人心脏不好 这是真的 请大家予以谅解 尽量不要喧哗 后面大概就是这样 这写的全都是真的 今天上的确不好 有这种早博这种症状 然后这么累来累去 的确会非常非常的困扰 所以我前一段不是说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这段时间可能就录一些军事相关的节目 不过我今儿不太想录军事的节目 咱们今儿换个话题 就是我教的很多的学生 对吧 然后跟我自己是 我也跟大家讲过 教这种出国留学考试吗 理论上讲 我是可以挑学生去教的 有一类学生我最不愿意教 哪类学生呢 就是我一问 我说你是参加辩论队的吧 如果是的话 或者有学生会说 他自己是辩论队的 这种学生 我一般就特别特别的头大 如果能给别人教 我就尽量给别人教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过辩论队的这些孩子 很多时候 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 叫中国式辩论 或者说这种不好的辩论是什么样 那么今儿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辩论这个话题 就是在我看来正常的辩论是什么样的 那么不正常的辩论是什么样的 当然最后的结论 我先把结论放在这儿 那就是袁老师的那句话 当然袁老师那句话 原话我没提过 就是您千万不要和人变闷 到最后 无非就是您说成闷娄子 他说这个胳膊什么字 胳膊什么 对到最后 那就是鸡同鸭讲 说不到一块去 到最后 我说的是橘猫 他说的是白猫 他说的是花猫 对不对 那个也不能有黑猫 白猫 捉住老鼠 就是好猫 对吧 这几只猫都已经不会说老鼠了 是吧 小尾巴 不会说老鼠了 对吧 乖乖乖 所以到后来 那就是鸡同鸭讲 没有办法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从辩论的本质来想 辩论的本质 就是你这两个人 你的观点不一样嘛 然后把这种观点呈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观点不一样 其实就是在逻辑的指引下嘛 这个当年亚历士多德 阿里斯多德 他说过 我们去呈现一个观点的时候 注意三个东西 Isos Pesos Logos 我这里不给大家摆洋文 我用通俗一等的话来说 那比如说这个 Logos 就是这个逻辑 就是您这说话得符合条理吧 你不能说这个 因为这个 陶桃是橘色的 所以爱因斯坦发生了相对论 你这 虽然有因为所以 但是你这个 自然的这种 Cosy fact 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之前我做过一期 怎么聊逻辑的节目 你可以往我这个列表 你翻一翻 这个是逻辑 还有就是你这事实 你起码得针对事实 进行辩论吧 就是有事实 有逻辑 那么你最后还要注意你的这种情感色彩 对不对 你不能说是那个 对人毫无同理心 等等等等 这样子 所以说 人是会辩论的 因为你面对一个同样的事情 就是我经常问我一个学生 一个灵魂考官 为什么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话题 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因为你事情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你做这种逻辑推理的时候 我之前讲的就是讲过一个概念 叫逻辑三段论 两个前提推一个条件 推一个结论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你作为前提的这个common sense 你的这个共识 两个人一旦不一样的话 那好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 针对同一个话题 你就会得出不同的情分 你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来着 就是 说一个最近的事情 你就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三秒你怎么看 这就是践踏这种国际的这种公平正义 那践踏国际公平正义的行为 这个是不好的 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就是在践踏国际的公平正义 而且是在武力单方面改变这个领土现状 所以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当然是要予于谴责 并且如果普通人有钱住钱 有利处理 那么尽量帮乌克兰一把试一把 对吧 然后我自己买了几盒如胜巧克力 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帮助乌克兰的手段 也请大家在底下给我留言 除了这些之外 那么当然另外一些人 你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件事情也是发生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 你知道什么吗 他们的常识 他们的common sense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国俄罗斯 他的这种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怎么说呢 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词叫德语 Libushholm 天哪这是纳粹的一个词 对不对 生存空间需要确保 所以说这个乌克兰就应该做出牺牲 你看同样的事情 两个人的这种共识不一样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完全是不一样 那我觉得辩论这件事情啊 你就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你得出你的结论的事实摆出来 对吧 你把你的逻辑推理摆出来 也就是你针对事实 你做出判断你的这个common sense背后这个common sense是什么 最后你的结论摆出来 双方展示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辩论啊 这个过程 那你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呢 哦 我清楚对方是这样想的 你比如说我自己啊 在西方的政治光谱里面 我其实是一个右派啊 但是我周围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啊 尤其是有一些搞女权的朋友啊 他们对于这个女权很多很多的想法 其实我不赞同 但是我会听他们去讲 对吧 这个为什么对吧 要要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那样做 对不对 可能这对于我的认知的确是一个盲区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充 这我承认啊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争辩 但是争辩了以后我就知道哦 原来女生他们那么想是有道理的 对 这这个东西我承认 那我自己毕竟是一个男的嘛 我也不能去假装自己是一个女的 这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嘛 通过这种辩论让自己认识的更多一点 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坏事 我觉得正常的辩论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不幸我见到的很多的辩论 尤其是那些号称参加辩论队的那些孩子 他们的那种辩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博倒对方 那知乎上啊 当然知乎上面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都都挺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的 但是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辩论 看他列出了18个 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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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些东西列得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为什么辩论和辩论 因为你的根子上 你不再是为了寻求一个 就是用我的话说 用英语叫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你不再追求一个智力上 你不再追求一个学识上 我要变得更好一点 你再说就什么 我要把对方给打败 对不对 那我要给对方打败的话 我不是在这种智力上 我不是在逻辑上 我也不是在事实上 把对方打败 干嘛呢 我从人格上把对方打败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或者说我试图去让我的观众 都来支持我去打败对方 那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所谓的啊 这种辩论的技巧 法语叫帮梦啊 英语我忽然忘了什么词了 就是那种临时应对的这种技巧 我都能给说出来 但是这种东西并无异于这种真理的探讨 你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像诸葛较大战王司徒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看那个不太好的辩论 当然我这里 我可以用中国式辩论这个词 因为至少我见到的这种 国内很多的辩论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都是在攻击别人的这种 qualification 都在攻击别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你这个人也配说这种话 你这个人说这种话 真的特别垃圾 我前些日子做了一期 关于这个航母运用的节目啊 就有底下这样的留言 甚至有人在底下 他没有就这么明着码 但是字字都是呆着刺 那你这个三喵 你做这个节目 可以看出来 你连基本的这个常识都不具备 OK 那我想说的是 你不管具备不具备什么常识 你对一些东西 你总是要有说话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对不对 你如果一开始 你就来堵住对方的嘴 你不让别人说话 你再质疑别人说话的 这种qualification 不好意思 那这种东西 这种辩论 那就是有毒的辩论 那很不幸 这样的辩论 在咱们这个 很多场合是能见到 对吧 那个 我是个理科博士 你就是文科高中生 你不闭嘴吧 对吧 你都类似这个样子 那我自己是那个什么 泻妖 人在美国 刚下飞机 对 我自己是从事这行的 对不对 你一个小白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有毒的辩论 那比这个更有毒的 你知道什么吗 我质疑对方说话的动机 这种事情简直就太普遍了 对不对 就是你这么说你什么意思 你这么说你是不是难道 你想那个 你是不是收了谁谁谁的钱 这个东西我想很多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 应该玩的非常非常熟吧 这事情我就不多讲了 你想想这个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最近的事情 对不对 之前的事情 对吧 玩来玩去 终究会把自己给玩进去 对不对 这些东西很不幸 我看到的身边的别人 十有八九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并想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些别的 比如说说话的时候 带有这种感叹号 特别喜欢宿主情绪 而且特别喜欢用一些 用英语讲叫Rhetoric 我用修辞 就是我辩论的时候 应该是一种平和的情绪 这种平和的情绪 才有助于这种道理 用我的话说 让道理自然说话 可是你这种辩论的时候 你这种情绪一点都不平和 而且你试图在煽动对方的情绪 煽动观众的情绪 请大家看一看 对方便有说的这些话 是多么的荒谬 你想想 如果连这些话都说的出来 对方的情绪会是什么样 观众的情绪又会是什么样 那这个东西真的还是一个智力上面 真的还是一个道理在说话吗 还是到最后情绪在主导呢 对不对 那很不幸 从古至今 很多的辩论也的确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诸葛兰大战王司徒 对不对 什么什么如这个浮草之营 对昊月之光啊 这都是修辞的 诸葛亮 苍然匹夫 好手老贼 如以七十有六 断己之犬 阴阴狂吠 你读的挺爽的 但是你仔细一下 你这不是从道理上去干一些事情啊 对不对 等等 他有一点啊 这个辩论当中 我见到的 很多人试图去讲道理 甚至在辩论当中 经常会用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就打比喻 我是非常非常忌讳这件事情 如果想把一个道理说清楚 请不要做任何的比喻 那么中国先秦的时候啊 很多很多所谓的思想家 会有这种比喻去说一些东西 比如孟子 孟子说过一句话 人之向善也如水之就下也啊 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下流 可是问题是 您人性向善跟水往下流 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嘿嘿嘿嘿 咬我了 那我可以说这个 人性是向恶的就像水往下流 我也可以说这个 小尾巴就是要咬我就像水往下流 这个桃桃就是不咬我就像水往下流 我也可以这么说 那有意义吗 所以说这种辩论的时候啊 切记如果用比喻再偷换概念 那我就觉得这个辩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这是完全不值得进行下去的一个辩论 所以说高质量的辩论 在我觉得这个非常少的 而且说实话啊 就是我自己是成年了啊 其实我教的很多的学生 他们未成年 但是他们的心智 我觉得也算是成年吧 然后他们会咄咄逼人 很多时候我会问他 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对不对 他们你觉得你这样写合适吗 我教的字文比较多吗 你这样写的目的是干什么 他们会我就是这么写的 我觉得我这样写没问题啊 等等等等 他们有自己非常非常strong 非常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学会了非常非常多辩论的技巧之后 然后有一句说法嘛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文过是非 就是当你的这种文采特别强 而且当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执念的时候 你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这种rhetoric 去为自己这种执念做辩护 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错了 没关系我是错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三观不同 咱们不必强容 我也不想去去跟你讲什么 我也不想去说什么 您就各自安好吧 您要是觉得您这样能考高分 那您继续啊 刚才我说的这种所谓的文过是非 您看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 这个外交部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辩论这件事情啊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就是在图好时间 图好经历 所以说我能见到的高质量的辩论 其实非常非常少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第一 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 那袁老师说那句话 可能比我更精准吧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好变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可怕 你试图想去说服别人 你这就是在侵犯个人边界啊 对不对 那我就这样好了 我为什么非要让你去改变呢 对吧 想明白这些啊 就会对辩论这件事情 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管我之前教过的有些学生也好 或者我见过的有些人 或者在YouTube上 有一些网友吧 给我一些评论也好 如果是冲着我辩论来的 那对不起 嗯 术本人实在做不到 跟您去大战三百回合啊 大概也就这样 心今天非常非常的疲累啊 就录这么一个视频 咱们下一集啊 再想到其他更好的 再跟大家接着聊 那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家 谢谢大家 那这个 你看这个 小尾巴和陶桃 都已经昏昏欲睡了啊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